我不是放他 不是放外人 引狼入室 陆家妇女身陷困境 你个老东西 拿我当外人的是吗 你干什么呢 把你钱交出来 把店给给我 在他故土 凶手近在眼前 我认识他 凶手 凶手 你不能打人 我早晚要把你送到监狱去 都给我回派出的交场 老爸 你儿子回来了 好好好 我马上回来 父子重逢 却又因何经受亲情考验 跟爸爸回家 回什么家 我给你在宾馆啊 订了一个包间 敬请收看 《普法栏目剧》 六级迷你剧集 《寻根》第五集 当年买我的人贩子 您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你不是买的 快二十年了 你们娘俩到底去哪儿了呀 如果我不去找到凶手 我一辈子都没办法原谅我自己 您给的他一本菜谱还不够 还要把龙晨桃给他 您真的愿意做我们家的上门女婿吗 就下地狱我也愿意啊 只要我还活着 这个家就不能搬 帮我盯了他 福建新是校外华案唯一的一点 爸 爸 你不是要是寻根吗 去寻啊 把我办还给我 你们俩啊 该做你一对 就给他把这根给寻 让他彻底 你看这 我们找到了你的故乡 我亲爸还活着 爸 我肚子里 我他的孩子 龙晨堂的账 就由大贫款 今天谢谢你 姐姐敬你一杯 再 再喝一杯 再喝一杯 行了 你不行了 你 你别喝了啊 把大瓶照顾好一好啊 小勇 慢点 小勇啊 你真高兴啊 爸 您喝多了 爸 待会儿 让姐夫先送你回去 真的 爸 没多 小勇 跟爸出去透透气 好 您 先坐着啊 慢点 慢点 没事 这点酒没事啊 来 你别喝了 出去看看 别出什么事 好 小心抬肩 抬肩 抬肩 哎哎哎 到了 到了啊 啊 没事 给 脚底下 脚底下 小心 小心 你一定要记住 你跟你姐 虽然不是从一个娘肚子里边出来 那她永远是你姐 哎 我知道 以后啊 她要是受了什么委屈 你一定要帮她 爸 你一定要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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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记住 虽然不是从一个娘肚子里边出来 姐夫这么疼我姐 不会让我姐受委屈的 不 人心可肚皮 大屏看上她了 我也不好说是吧 我还觉得 刘王这个人 心眼太多 所以啊 我 做了两碗账 大屏一碗 你一碗 以后啊 万一出什么问题 两碗账一对 就不明白了 爸 你醉了 这么做 姐姐知道会伤心的 我还没醉啊 我不是防她 不是防外人 不防外人 好啊 快点 慢点 傅大善人 您一向支持我们工作 就签了吧 我知道您对这儿有感情 要不这样 您先签了字 到时我给您安排晚点拆 这样总行吧 我还可以说 我可以说 那边的工作 我可以说 我一定会为大家 我俩都在做的 我做什么 你不准备了 你不准备了 你想说 工作人员 你不准备了 我还是在哪里 你不准备了 我吗 你不准备了 我还没中了 你不准备了 我不准备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时间到了 姐 姐夫把爸安全送回去了吗 刚问了 已经到了 布小勇 今天 应该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 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 但自从我当了妈 我也想过 如果有一天 我跟我的孩子因变故而分开 我是绝对接受不了的 所以 我同情你当年的遭遇 也希望 这次你能顺利找到家 姐 不过 你人可以走 但陆家的东西 你得留下 姐 你放心 陆家对我的好 一点一滴我都记得 陆家的东西 一分一毫我都不会带走的 爸给我的东西 我都整理在这个袋子里了 还请你 等明天爸醒了 帮我转交给他 小勇 周天的门口等我们 走吧 姐 你和爸 好好保重 我走了 小勇 这个包你拿着 里面有 我给你准备的洗漱用品 和换洗衣服 周婷 谢谢你 走吧 我送你们汽车站 来 哎呦 爸 爸 您慢点 爸 您慢点 来来来 来来 来 坐坐坐坐 坐坐坐 爸 爸 爸 你个老东西 这么沉 我把那儿我当外人的 是吗 他狗愿看人底 哎呀 你容不错呀 你容不错呀 我家 有火 我 你干什么呢 我 爸 爸呢 你怎么醒了 你手里拿的什么 我没 没什么 让我看看 没 没 没有 你 你别 别拿我 爸 你别拿我 刘啊 刘啊 我听人说你好毒 真看来 你不光好毒 你还偷啊 我这是瞎了眼 把大平家给一个白雷 你白雷 要谁派你呢 这老东西 你也不看在自己生了个什么玩意儿 一个瘸子 如今我大发慈悲 来你们家当女婿怎么着 还给你脸了 你不许侮辱大平 那是什么呀 你 我跟你说啊 说到侮辱了 我可真比不上您了 她是你亲闺女 你就跟 没她人一样 一心扑在那陆小勇身上 防这防哪 也我呢 人还不是跑了 什么 你 你说什么呀 就是您那儿子 跑了 找他亲爹亲妈去了 你以为今儿晚这趟酒是白喝呢 不灌醉了你 他跑得了他呀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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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勇不会跑 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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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是吧 不信 等着瞧 我实话告诉你啊 您哪 把你钱交出来 把店转给我 说不定我哪天高兴了 这茬过去了 还能给你养个老 送个粥啊 你拿过来 你给我拿着 你你 你拿过来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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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保译了 好 放手 放手 你不摸二 放手 老同 función 老同型 醒醒 醒醒 老同样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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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你问我爸怎么了 我不知道 我刚回来他就这样 那赶紧送医院啊 好好好 我打个 爸 爸 爸你醒醒啊 爸 爸 你醒醒啊 爸 喂 120吗 你父亲心肌炎还没好 又有高血压 你们还让他喝酒 能不中风吗 太火闹了 医 医生 我岳父 他还能说话吗 暂时不行 将来康复好 应该没问题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让我爸喝酒 是我恨了他 打瓶子 别哭了 你这哭有什么用啊 老姜 一个即将退休的老同志 还在一线忙着 不舍得下来 这 这话的意思 我不用说 你也明白 范月粉这个案子 早在十九年前 就已经定了姓了 在别人眼里 就是故意找查 就对 这怎么能叫故意找查呢 我们刑警的也是人哪 也会犯错误 也会有疏漏 正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才去不断地反省自己 我必须在这个时间里 给人家属一个交代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我当刑警第一天就宣誓过的 我不能违背了我的初心哪 周队 我是一个马上就要退休的人了 我不会浪费局里的资源 我更不在乎别人的闲言罪语 但是 这个案子里有两条人名 我必须要查下去 查个明白 查个透彻 只有这样 才无愧与人民警察这四个字 做成白卡日游 日游看一看嘞 日游看一看 日游看一看 妈 我终于回来了 感觉怎么样 既熟悉又陌生 这个 日游看一看 不好意思我们不是游客 不是游客也可以玩啊 今天很便宜的 真的不用了 我们真的不是游客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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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不要进去 不要进去 快快 不要进去 放开我 你回家 帮我爸带几件衣服过来 这是钥匙 我再陪会儿我爸 你开车慢点啊 行 我走了啊 我岳父 他还能说话吗 暂时不行 将来康复好 应该没问题 老家伙一旦好了 就全穿帮了 我还是赶紧跑吧 好 陆大平 别怪我心狠 我也是无奈啊 我也是无奈啊 你过来 你过来 还要上班 你过来 我还没有 你过来 我会把你带来 我看你带来 好 我还要带来 那我先走了 警方 好 喂 萍姐 让我瞧瞧 这是哪家的小毛贼呀 自家人偷自家人 这要传出去 警察究竟管不管哪 我不是偷 是大瓶让我回来拿钱的 你这话蒙大瓶还行 蒙我 你嫩的呀 你要真那么心善 陆韦德会进医院吗 你什么意思 还不明白吗 那天晚上我都看见了 暂时呢 我还不会报警 不过这龙城堂得给我三次 不过分吧 不过分 不过分 不过 您姥姥是不是贪了你 四成 否则我会让陆大平知道 他爸是怎么中风的 四成 肉成 就是嘛 签了字住新房 多好的事呀 小郭啊 这一项书签了以后 是不是一定能拆一换二啊 那当然啦 行 那我就先走了啊 好 我送你 康幸 你看 成炉台 就是这儿 是啊 能寻根成功 主要就是靠他了 妈 妈 怎么了 小语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过了前面那条街 就是我妈妈出事的地方了 我想过去看看 好 小宗跟我说你在这儿我还不信 刘望 这是什么 大平 帮帮我 帮帮我 你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一时失守 我以为他是小偷 我把他给打死了 你杀人了 他是谁啊 杀人是犯法的 刘望 我知道 他是刘三星 他儿子都不找他了 不会有人知道的 我们找个黄山把他埋了 好不好 大平 不行 这样不行 这是犯法 刘望 你去自首吧 自首 不行 我不能自首 我自首你怎么办 我们的孩子还没出生 不能没他爹啊 陆大平 你是想过杜柔吗 来 帮我把他踩到车上去 快快快快 快啊 他动了一下 还有救 他还没死 他有救 还有救 你干吗 杜柔 你松手 你松手 松手 他还有救 你松手 你别省了 现在已经这样了 没有别的办法了 必须把它处理掉 来 副大善人 王嫂 好久不见了 需要点什么 对呀 给我来两捆锡帛 好嘞 这里的街道什么的 还有印象吗 有一些印象 比如说小时候记得门牌号码 后头上什么树啊 仔细想一想 感觉变化也不大 副大善人 您这狗养了有些年头了呀 是啊 妈妈 妈妈 你杀了我妈妈 我要杀了你 是坏人 你们都是坏人 你杀了我妈妈 我要杀了你 我认识他 凶手 杀人凶手 凶手 你杀人凶手 打死你 你杀人凶手 凶手 我打死你 杀人凶手 凶手 你干什么 你杀人凶手 你凭什么可以好好活着 没有人吗 你客制一点 这边有人打人呀 杀人凶手 杀人凶手 我 你不能打人 我早晚要把你送到监狱去 那个杀人凶手 大家不要怕 我们不是坏人 他杀人了 他是杀人凶手啊 不要打人了 我早晚要把你送到监狱 大家都来抓住他呀 在地方上 他是杀人 怎么回事 他是杀人凶手 你们抓他呀 你说凶手就凶手 都给我回派出所调查 别错了别错了 完了 傅建新这个孙子 肯定会拉我下去的 这下真的完了 好 先不要动他 看着他之后跟谁接触 对 好好好 江警官 江警官 陆小影我回来了 这是他的资料 好 好 谢谢你啊 江警官 我跟您发誓 他真的是那个杀人犯 我这儿还有一张画像 您看 这是我之前画的 小勇啊 我们的法律规定 光有证词是不够的 即便你说的都是实话 我们还需要直接的证据 什么是直接的证据 说得直白一点 就是需要两件东西 这第一呢 是要找到被害人的遗骨 这其二呢 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也就是傅建新亲口认罪 不是 那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你就这么让这个杀人犯 逍遥法外了 陆小勇 我再说一遍 法律是中证据的 你先坐下冷静一下 小王 看好他 好的 我去回回福建新 老范 你儿子回来了 在派出所呢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过来一趟 好好好 我马上过来 我马上过来 我去趟派出所 派出所 派出所 江警官 怎么 见到我很意外吗 这今天一位的事 解的太多了 现在看着你啊 也不算意外了 那好吧 说说吧 我有什么好说的啊 被打成这个样子 什么都不说 你这样委屈求全 怕是心里有愧吧 这江警官 您太会说笑了 我一直认为啊 咱这国家的法律 是保护我们弱势群体的 你看看那小子 把我打成这样 还污蔑我说我是凶手 像他这种情况 在法律上 算是污蔑罪 还是诽谤罪 能判几年呢 我真不知道 你还这么懂法 略知皮毛 才是法治社会 这懂点法呀 就不会犯法 对了 江警官 像我这样呢 你一直把我关在这儿 我又不是犯人 总在这儿派出所 这不合适吧 你看 我这都一个老人家了 到底该吃药了 要不 我的血压就上去了 那好吧 你先回去吧 如果需要你 配合调查的话 我们会随时通知你 好 那我先走了 小警官 江警官 我可是守法公民哪 那我就先回来 不是 你们怎么能让他走呢 你们抓他了 你不能让他走啊 干吗 你不能让他走 他是杀人凶手 你不能让他走 老实点啊 他是凶手 他是杀人凶手 你是警察 你应该抓他啊 你给我闭嘴 我还要说多少遍 你才得明白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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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口 都是借口 小勇 别说了 江警官 快快点 小勇 别说了 真的是你啊 宽宽 爸 爸 我的儿子 爸 真的是你啊 爸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妈妈撞得你好苦啊 我的儿子 妈妈吓死你了 妈妈吓死你了 江警官 我就不理解了 这傅洁欣明明是犯罪嫌疑人啊 你为什么把他给放了 不怕他跑了吗 小高啊 傅洁欣这个人 我查了他很久了 他的心理素质可不一般呀 所以必须放了他 才能够抓住他的软肋 原来这么合适啊 那我替小勇啊 向您道歉呢 那倒不理 那倒不理 作为受害者 能够承受二十年的心理折磨 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这里有我的电话 不管有什么事情呢 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好的 谢谢你 没事 你长大了 我都快认不出来你了 快二十年了 您也变老了 是啊 都快二十年了 对了 你这次是一个人回来的吗 你 你妈妈没跟你一块儿 你回来啊 那他 那他这些年过得还好吗 当年 我是对不起他 可他离家出走了这么久 总该消气了吧 你这次回来 他有什么话交代给你吗 还是 我妈没了 我妈十九年前就没了 什么没了 他上哪儿去了 我妈被人杀了 你说什么 什么被人杀了 我妈被人杀了 我叫人贩子卖的 买我的那家人姓陆 我现在叫陆小勇 这十九年来的每一天 我都在找你 在找家 在找那个凶手 只为了 给我妈一个真相 没了 妈 我等了你这么多年 你怎么就死了呢 我都怪我 我对不起你啊 安华 我对不起你啊 安华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啊 安华 我对不起你 年年快 就算是父子相认 你哭成这样 什么意思啊 老范 你丢不丢人呐 你就是宽宽吧 血缘这东西啊 还真没得说 虽然不是一个妈生的 可你和我家季宽 长得也真像 季宽啊 是我儿子 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 你今年有二十四了吧 在哪儿工作啊 小杰 你别为难孩子 我为难他了吗 我就问问情况 难不是 你还没有正式工作啊 我是厨师 厨子 厨子也不错 一门手艺嘛 和我家季宽一样 都是凭手艺吃饭 只不过 我家季宽是高级设计师 工资高 不过 你的工作也挺好 好好干 有前途 乔 址 空间比如说 让我家季宽 是这样 小勇呢坐了两天的车 挺累的 这个地方也不是谈话的地方 拿得好好歇歇 咱们再聊 好吧 对 儿子 跟爸爸回家 什么 回什么家 你老糊涂了 咱们家要拆了 家里乱得 连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季宽大哥 你谅解一下 我们今天早上 刚签了字拆房 我琢磨着 你这搬进搬出的挺麻烦 我给你在宾馆啊 订了一个包间 又干净又舒服 有两张床 小伙子 你们一起住 老范 你说好不好 这 这不这个 家里是有点乱 那要不宽宽 你们就先在冰馆住着 我们回去收拾收拾 过两天 我再来接你回家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不着急一时 这是宾馆的名片 到了 帮我名字就行了 走啊 老范 这是派出所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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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爱华 你真养了一个好儿子 他找了我二十年 终于找回来了 你别着急 等罪速期一过 我就把你好好安葬 回到故乡的陆小勇 凭借着熟悉的街景和家乡的一草一木 逐渐找回了自己儿时的记忆和曾经的姓名 也最终见到了朝思暮乡的亲生父亲 然而相逢的泪水并不能消弭时间的隔阂 因为拐卖犯罪 这对被迫分割了19年的父子已经变得胜疏 而生父新祖宗的家庭 也没有给陆小勇留出位置 有家不能回 让寻亲成功的陆小勇感到失落 更让他失望的是 杀害母亲的真凶傅建新 依然逍遥法外 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 凶手依然未能被绳之以防 此刻深陷失望情绪之中的陆小勇并不知道 千里之外的养父家 已经陷入了危机之中 为了把弟弟陆小勇赶走 争夺父亲的家产 陆大平草率的和刘旺结了婚 刘旺寄于陆家钱财已久 他称陆维德不备 偷盗钱财并在陆维德醒后 实施抢夺的行为 涉嫌了抢夺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7条 抢夺公司财物 数额较大的 或者多次抢夺的 处三年以下有机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机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机徒刑 或者无机徒刑 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此外 面对刘三斤的威胁恐吓 刘旺恼羞成怒 杀害刘三斤的行为 涉嫌故意杀人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32条 故意杀人的 处死刑 无机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机徒刑 陆大平在得知刘旺杀人后 被刘旺鼓骗 帮助其全身灭气的行为 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307条 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机徒刑 或者拘役 如今 陆大平已被裹挟在 流亡杀害刘三斤的事件当中 难以仇身 而另一边 面对缺乏证据的指控 傅建新显得尤为嚣张 他企图继续拖延案件时间 那么接下来 在这条艰辛的寻根路上 陆小勇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而19年后重逢的亲生父子 他们之间又会经历 怎样的感情考验呢 请您不要错过 我们的大结局故事 他可能根本就不希望我回来 对他来说只是个麻烦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江警官还在帮助我们 马上控制住他 千万不能让他离开落城 别跑 站住 别不是我杀的 别不是我杀的 臣服见心啊 你终于来了 你个杀人犯 我再跟你说个谜 当年的怀孕 也不知道杜里怀的是男娃 还说女娃 你个禽兽 我杀了你 徐东 再动我开枪了 叫你们 我自首 他刚才亲口承认他杀了我吗 我刚才说的是 我拐卖了你